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睫毛轻轻的相处 也就好比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轻松的闭起来 然后我们就采取自己感觉 也轻松舒服的桌子来打坐 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 是我们身心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们舒舒服服的坐就可以了 那位想担盘 也就是把右脚盘 放在左脚上 这样做感觉舒服的话 我们就担盘 我们就担盘 现在我们就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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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酸盘 不容易酸盘 如果那一位坐到一段时间 哪里有出现酸酸 麻麻的感觉 麻麻的感觉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调整 或者想换桌子的话 我们也可以换没有关系 虽然不是最舒服的桌子 但是我们感觉 这样做没有勉强的 这样就可以了 失败失败的坐 我们静坐的时候 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 十八字 十八字 十八字包含了三个意思在里面 有轻松舒服 有慢慢来 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静坐的时候 我们是舒舒舒服 舒舒服的坐 感觉 很简单 因为我们正在休息 而且我们感觉 而且我们感觉 不着急 慢慢来 我们能够这样做 能够这样放松 十八十八 十八十八的 就是满意足 了 然后我们可以 感觉 观察一遍 观察一遍 全身 我们的肌肉 每次观察 每次观察 额头 放松 每头 也跟着放松 每肩的肌肉 也放松 鼻子 嘴巴 两边的脸颊也都分轻松 静步 连车尖板 手臂 手腕 手掌 手指头 都完全 许言 放轻松 胸部 腹部 背部 腰部 脚部 脚部 直到我们食指 脚趾头 都完全 放轻松 现在我们的手怎么放 脚怎么摆 也都无所谓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只有 失败 失败得住 现在我们可以 抛开 一些 放下 所有 静定无它 现在无论是什么 好的 或者不好的 念头 我们全部都放下来了 让我们的身心 能够真正的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 深呼吸 两三下 增加我们 轻松 舒服感 我们 又 深 又 傻 的 细细 然后再慢慢 吐气 再一次 最深 最深 的 细细 然后再慢慢 的 吐气 搬 我们 再慢慢 地吐气 再慢慢 吐气 嗯 当我们 稀息 的 时候 自己感觉好像我们可以吸收到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 然后当我们吐息的时候 感觉好像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 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可以排出来 全部都可以排出来 现在我们都没有在担心什么 能够这样做 我们就感到失败失败了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 身体里面都没有任何没担心 里面身体都是空心的 然后我们可以试试看 感觉好像自己 身体里面有两条直线 第一条有肚脐直传背后 另一条有幽幽直传左腰 两条直线的十字交叉点那里 小如正间一般 如果我们把食指跟中指摆在那一点上 提高上来两个手指的距离 那一点就是身体的中央点 这一点 荣博曾经见过 是我们人 生、死、睡、醒的定点 尤其是我们每一准正等正觉佛陀 我们每一准辟知佛或者阿罗汉 他们前往涅槃的时候 都是把心停静定在这一点 所以我们失败失败的做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心可以宁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 现在我们的心可以宁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 能够在身体的中央点休息 失败失败的做 如果哪一位可以维持轻松舒服的心 我们就让它持续下去 但是如果哪一位感觉好像我们还想更进一步的放松 我们就调整身心 让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心更加失败 失败 失败 失败的 然后如果哪一位想意念到一个所缘 可以让我们的心 可以让我们的心有一个可以转住的地方 这样也可以 我们可以试试看 意念到一个圆圆的月亮 在我们身体的中央点 再会讨论 圆圆的月亮 轻不清除都没有关系 慢慢来 下白下白的做好 月亮 可以发柔软的亮 发量我们看到感觉轻松失败 然后如果哪位除了意念到所缘以外 我们也可以轻松舒服的默念 在我们身体的中央点那里 我们可以试试看哈 Samma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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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我们的心已经融入到Sammaraham的声音里面 感觉更轻松更失败感到自由自在 宁静 轻松 舒服 感觉身体越来越轻 越来越轻 越来越松 越来越失败 身体中央点那里会出现 来自宁静的快乐 失败 失败 失败的做 舒舒服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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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做 等到光明的时间 我们 county的地点 我们在来 Vert给日子 在来 在来 发质 在来 直后 我们 就做 一下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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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 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展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展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阶停 再扩大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哪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 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疫情 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生世世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 发生的阶停 有清净的身 口 意 终生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 也愿我们 也愿我们 只旧善友 没有旧任何损友 远离一些恶人 愿我们 身体健康 常受 智慧增长 早日正德 内在的法身 也愿我们 设身财 钱财 能力财 圆满 方便修功德 波罗密 我们也 把今天 所修的功德 供养 给每一准 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准 毕之佛 每一准 阿罗汉 供养给我们 每一位法身法门 都是 有龙不祝师 拥抱他们 谁有法身 师父 长老奶奶 等等恩师 我们也 把今天 所修的功德 回向 给我们 历代祖先 以及 过世的 亲戚朋友 愿他们 能够准时 到更好的境界 能够 能够回到 人世间 来修功德 波罗密 我们也 把今天 所修的功德 回向 给我们 曾经 冒犯 过他的人 能够 i got a dot which is 我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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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asoh,sapaputtanupavena,sapathmanupavena,sapasangkhanupavena,sathasotthi,pavantutem.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悟行随喜功德,sathu. 昨天讲到阿比瓦博士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昨天讲到阿比瓦博士,对他来说,睡觉不重要,吃饭不重要。 他认为,他之前有听说过,其实人直到最后,就是往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可以睡觉的时间,就是不会再醒过来了。 所以他就想说,不然我就趁着我还很健康的时间,就多工作,多赚钱, 为了未来二十年,我就可以退休跟家人在一起了。 他就是这样想,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人给他外号,就是阿比瓦博士的女儿。 他回忆到,那个时候呢,阿比瓦博士,就是他的爸爸。 虽然很爱他,想照顾他,但是有些时候啊,因为没有睡觉的时间, 没有回家的时间嘛,所以呢,如果孩子们想看到爸爸, 爸爸,爸爸就要跟妈妈约,然后请这些小朋友到办公室那里去见爸爸。 那个时候呢,这位女生呢,她有到国外那里,到澳洲去流学。 然后呢,她就,这个阿比瓦博士,虽然很忙, 但是每个礼拜,多多菲律,去看女儿,每个礼拜哦, 去跟她吃饭,去跟她聊天,有一天,就是选家, 她躲在国外啊,然后呢,他们正在开车去吃饭啊。 没想到在路上,阿比瓦博士,肚子突然痛起来了。 他就想说,应该是想上洗手间吧。 就,去上洗手间啊。 发现,排泄的时候啊,有血流出来。 如果是大家的话,排泄的时候看到血,你们怎么办? 可必看,大家大部分的应该是马上去医院,对吧? 去看医生,对吗? 但是她呢,她说,不行,不行,我还有要做的工作, 现在不方便,不舒服,哦,不方便,不舒服啊。 所以她也没有去看医生,知道她忙完了工作, 做财,去看医生,去做检查,结果就是肠癌默息,肠癌默息。 她那个时候啊,就告诉自己说,没事,没事, 就是,我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不会死的, 就常常跟自己说啊,也常常跟别人说啊。 你看,就是她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啊, 感觉很痛苦,对吗? 啊,你看脸都黑了。 但是她还是相信,我不会死,我不会死。 所以呢,她都不会跟别人讲说, 我死了之后,请你们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讲。 后来,她曾经跟别人分享过, 她的经验啊,就是说, 她爸爸曾经跟她讲过, 学位是有两种的, 第一种就是工作的学位, 第二种是生命的学位。 工作的学位, 她及格, 而且得到很高的分数。 但是, 生命的学位, 对她来说, 她不及格, 也就是说, 她以为身体 会永远健康, 所以呢, 就想多赚一点钱, 到最后就可以快快乐乐地跟别人在一起。 但是她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虽然可以赚到很多钱, 但是如果没有她的话, 那种快乐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后来, 她在49岁而已, 就往生了。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如果我们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分成四种, 第一种是不重要, 不紧急。 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滑手机, 跟朋友聊天, 看电视, 看电影, 逛街, 对吗? 这个就是不重要, 不紧急。 有的人就是喜欢在网络上怎么样的购买东西, 有些时候感觉很想要买, 买来了就放在一边, 然后就买新的, 感觉很快乐。 这是不重要, 不紧急。 另外一种是不重要, 但紧急。 像什么呢? 要买东西嘛, 也不是很想买, 但是看这个网站说, 倒数24个小时, 有打折。 24个小时而已, 倒数打折。 很多人看到打折, 而且剩下24个小时而已, 就怎么样呢?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买的。 不重要, 但紧急。 重要, 不紧急是什么呢? 比方说, 整理你们家的东西啊, 或者清洁啦, 或者看一点书, 增加自己的知识啦, 或者什么, 打坐, 修功德波罗密, 对很多人来说, 重要, 但是不紧急, 对吗? 什么时候做都可以, 但是大部分是做还是没有做呢? 然后呢, 最后一个是重要, 而且紧急, 像什么? 要上洗手间吗? 重要又紧急, 还有什么? 就是, 比如说要教什么工作, 给老板做什么, 要为老板做什么工作啦, 或者我们要, 要住院啦, 要就是身体不健康, 要马上去看医生那种是重要又紧急, 那老板问大家, 有没有可能重要不紧急变成重要而且紧急呀? 重要不紧急像什么? 我们刚才讲过的, 静坐, 看起来好像重要不紧急, 对吗? 但是当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如果从来都没有练习静坐过, 那个时候是重要而且紧急, 对吗? 如果没有学习静坐, 没有多认真静坐的话, 那个时候心混浊, 怎么办呢? 多落恶道啊, 危险危险, 所以大家看看啦, 你们哪一件事情是重要又紧急? 然后请大家看这个, 如果我们有一个桶子, 我们要把石头跟沙子, 全部都放进去这个桶子里面, 如果我们先倒沙子进去, 然后才把这个石头放进去的话, 我们会发现放不下的, 但是如果我们先把石头先放进去, 然后我们再倒沙子进去的话, 可以放得下, 比如正在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石头就是重要的事情, 杀子是不重要的事情, 这个杀子像什么? 滑手机, 看电影, 聊天, 我在忙, 忙, 忙, 忙什么? 忙看电视, 忙打电动, 等到时间, 快要到睡觉的时间了, 不行了, 没有时间打坐了, 就是没有地方可以放石头, 所以你们想想看, 现在身体还很健康, 还有体力, 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只有赚钱, 或者过那种愉快的生活而已吗?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静坐修功德波罗蜜, 不是为了谁, 而是先为了自己, 今晚能必须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德内在德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 后天见, 机会 总体 正德 ,